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蜗牛在永途 我是岛主 之前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我要准备把我们脱挂房车上路的相关合法的法律法规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之前发的一些房车视频呢 发现很多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啊 都说这是不合法的 违法的 这个也是大家对这方面呢不了解 不光是我们不了解 其实执法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不了解 像我之前在江苏就被江苏的高速交警给拦下来了 说我这是非法的 要扣车 这样呢 我就跟他讲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确实有法的 然后也把我放行了 现在呢 我就把一些资料网上查了一下 然后包括我之前自己了解的 我整理了一下 今天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这个是我在买车之前就买了的 这个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这里还有几个红头文件 这个是我们公安部 国家旅游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等等啊 住房城乡建设部十一部委 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 就是旅发2016 148号 关于促进自驾车旅居车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一个2015的134号的一个文件 关于规范旅居挂车上路通行管理工作的一个通知 这个是网上下的 不太清晰啊 它有这个红头文件 实际内容我们也是有的 那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啊 后期我会制作以图文的形式啊 再分享给大家 这次呢 先以视频的形式分享 那分享图文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分享给一些车友啊 或者是准备买车的一些网友 有些疑问呢 你可以直接把链接打开就能看到 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小蜗牛在窘图 上面呢 也有同步的一个分享发布 网友呢 评论呢 我总结了一下 主要是以下一些问题 1.什么类型的主车可以牵引拖挂房车 2.可以牵引多大的拖挂房车 3.开牵引车需要什么类型的驾照 4.拖挂房车可否上高速 5.高速过路费按什么标志收取 6.拖挂房车能否上牌 是否需要上牌 相信这个呢 也是很多网友 很多准备买拖挂房车的车友啊 想了解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一一呢 给大家今天分析一下 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套一下 首先第一 什么类型的主车可以牵引拖挂房车 这个嘛 其实只要我们的主车能够负担拖挂房车 那就没问题 也就是你主车拉得动 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我们说什么就是你要如果牵引这种进口的 美式的进口的比较重的大型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产的也是比较重的 这个我们建议还是使用这个非承载式的主车 也就俗称的就是有大梁的这种车作为牵引车 那我买这个车的主意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比较轻 这里呢 依据如下啊 就是我们什么车可以牵引我们的拖挂房车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这个里面是有解释的 第56条的第二款 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者总质量700千克以下的挂车 挂车不得再人 这里我们注意了很多网友啊在我下面的评论都是 小型客车只可以牵引700千克以下的挂车啊 超过700是不允许的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规定啊 后期我们把它加了一个又加了一句话 就是小型载客汽车 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啊 或者总质量700千克以下的挂车 所以我们这里是可以牵引这个旅居挂车的啊 就是我们这种车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可以牵引多大的拖挂房车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拖挂旅居车啊 它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可以开多大的买多大的能拖得走啊 不违法 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呢就是我们汽车相对制造的一个一个标准 一个规定是GB1589-2004的一个规定 这个我们自己稍微可以查一下 中置轴旅居挂车外尺寸限制如下 车长小于等于8米 车宽小于等于2.5米 车高小于等于4米 这里面按照11部委的通知 中置轴旅居挂车的车重小于等于2.5吨 另外56条三款要求拖挂房车的车重要小于主车的车重 那这款呢应该是针对货运车的 我的主车呢是1.3几吨 那我买这个通知房车的时候 虽然它这条是就是是可能针对主要针对货车的 但是我想它现在那个规定了国家也在制度当中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那如果再出台可能就会是不是有可能要求前车要比后车重呢 所以我这方面考虑要我买的还是就是轻一点的啊 比我前车要轻一点 那我这里看一下 在这个关于促进自驾旅居车旅游发展若干意见里 第五条就是强化保障里面 在上面说了啊 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牵引装置的小型客车 可以拖挂重量不超过2.5吨的中置轴旅居挂的商务行驶 研究改进与居车驾驶证管理制度 这个就很明确 第二条我们是可以拖这个旅居挂车的 这个我们分别一下 只要是它的长小于等于8米 车宽小于等于2.5米 车高小于等于4米 车重小于等于2.5吨 这个就可以的 我们看第三个 开牵引车需要什么类型的驾照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这里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 第二款要求啊 C照即可 也就是说你的主车 需要什么驾照 那么你的牵引挂车 用此驾照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 这个很多网友啊 认为牵引挂车需要这个 C照级别以上的 有的说B照的 有的说A照的 说什么的都有 好 这里北京市交本局 您给我们来到一件咨询 那个小型的普通客车牵引 脱挂式的旅居 挂车的问题 是需要C本还是P2本来驾驶的问题 这个只要您持有的是 已经超过实习期的C1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证 就可以驾驶 这个是以您前面的那个脱挂的车辆为准的 但你要确保您脱挂的这个挂车 首先呢要上爬 然后符合现在的其他的法律规定 是可以脱挂的形成才可以脱挂 哦 明白了 好 这个不需要A2的驾照 跟那牵引车是两回事 是这样的 我在那个深圳交警的那个微信上 官方的微信上面 看到有这样一个深圳警方的解释是 是需要A2的本 这个微信 这个肯定不是 它跟那个牵引车是两个概念 牵引车在咱们的机动车的这个分位里边 是属于载火汽车的范车 哦 跟您这个 因为A2准驾车型的驾驶证 对应的那个车型是牵引车 而牵引车呢 它不属于咱们的这个旅居挂车 还有这个小型贷车汽车的范车 哦 它就是看全部看好 前提是您这个挂车 确实是能够偷挂的 您不能说是小马达大车这种 嗯 不能挂的车您挂后再 这个肯定 嗯 行 好 我们国家在这个准驾车型分类中啊 将牵引车的分类放在A2的级别中 在A2级别的驾照中有明确的规定 那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 就是规定中需要A2级别驾照的 是指驾驶重型中型挂车 即半挂车 而轻型挂车 半挂车是不再其列的 与此同时我们国家也没有任何一款相关的法律规定 牵引拖挂房车时需要比主车驾照高一级别的驾照 或者高两个级别的驾照 或者是要求牵引这个拖挂房车时需要什么驾照 这是没有的 既然56条2款明确了小型载客汽车可以牵引拖挂房车 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 那一块呢就是在法律上是空白区 原因呢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拖挂房车近几年才开始的 国家也注意到了这块的法律法规的空白 所以十一部委的文中也明确了 提出了研究改进旅居车驾驶证管理制度的一个要求 这里面我们再多说一下 目前我是年前提房车回来的 那么在路上呢也是遇到了两次 被交警完 对但是一次是被在高速上被交警完 一次是我主动找这个交警 因为他不让我上高速嘛 在义务的时候义务面三里 工作人员是不让我上高速的 那我直接找到那个高速交警了 1212高速交警 然后现场来做处理 最后我说可以上 那还有一次呢就是来提车的时候是在江苏 江苏的扬州段 我正在正常的行驶呢 然后在旁边就过来超过了一个警车 执法车 我就听到那个挂车 对挂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哎呦心里一慌啊 我感觉就是在警匪片里才能看到的东西 我想还好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但是也是因为高速嘛 我车又这么长又刚开 所以说也是慌的 然后我就一点点靠边 靠边那么他也停在我的后面打开他的警示灯啊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然后让我下车 下车呢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这个是不合法的啊 扣车 然后我跟他解释 解释我们 因为这几个法规当时是没带嘛 口头跟他解释了一下 然后他说有这种法规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 我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个警察也很郁闷 他就查了相关资料 他就监这色巴掌 打开百度 然后拿过来之后呢 他也是在看百度 嗯 又问总部 これ子稳意的 看百度 后来又问了总部 最后呢也是遮悶了一通发行 啊 这里面说一下就是说 光是我们老百姓啊 广大网友啊 不理解相关的法律法律 去执法人员也不了解 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要需要做一些 相关的这种铺法功ellschaft 所以这次我也学聪明 我把相关的这个文件呢 我都带着他 我都带着,下次再查我的时候,我直接拿给他看国家情况的文件,你公安部的文件,对不对,这个公安部的文件,你看还是公交管,2015134号,主要针对这个交通的嘛,这里面我们说了这个驾照了,那下面呢,我们说第四个,就是这个托卦房车可否上高速。 我们车友希望什么呢,因为毕竟那一天给我们这个车友,我耽误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吧,就为了这个事情扯来扯去的,那我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你作为交警的,尤其是执法部门,你加强学习,你打铁侠区自身硬,对吧,你加强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你尽量就是少发生一些,让我们车友反过来给执法者来做扑法工作,这就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这个工作,这个这种监督,我们表示感谢,这是第一,二一个,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好,那就这么着,有什么事,需要您给我们来电话,好吗? 嗯,好嘞,好嘞,好,再见 嗯,再见 俗法中的67条啊,让很多高速公路管理方,禁止脱挂防车上高速,他这个就是说挂车不可以上高速,这就是67条主要说的是啊,那针对这一现象,15年两部委也是发,联合发布了一个134号文, 公安部交通过 联合发布了这个 134号文 这个134号文呢 我这边也会分享一下 这给我简单先念一下重点 重点就是旅居挂车 与其他载货挂车 在乘货人数运载质量 行驶路线运行规律等方面 有着本质区别 小型载客汽车牵引旅居挂车 不属于全挂拖斗车 这里很明确 我们这车是不属于全挂拖斗车的 各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要准确理解 全挂拖斗车的定义概念 抓紧纠正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有关规定限制旅居挂车 通行高速公路的错误够法 同时 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细化城市道路 通行管理措施 结合本道路交通状况 和旅居挂车通行要求 制令旅居挂车分时分段进入城区 或在城市快速路 高架路 以及主要桥隧道上通行的规定 切实保障旅居挂车的通行权利 这个是我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2015年4月8日的一个发文 所以说下面我们有这个公安部这个文件 做依据 做支撑 再有就是 给高速被拦的 那就是按我的方法 你直接打高速交通报警 或者直接打10报警也可以 对不对 因为你的合法权已被剥夺了 他为什么把你上高速啊 是不是 第五个 我们高速过路费啊 按什么标准收取 这个现在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发现很多 这个收费站呢 也都知道怎么收费了啊 因为目前给我收费 都是知道怎么收的 那就是不让你上游的时候 这个03年的这个 GTT489-2003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车型分类中的规定 拖挂车辆高速通行费 按高于主车一个类别收取 同时去年的十一部委通知中 也明确了按高于主车一个类别收取 这个有依据的 依据留下 这边也是一个收费公路 车辆通行收费的一个分类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5.2 当单车拖拽另一辆挂车时 该组合车辆的车型 按照高于主车一个类别的车型 分类标准执行 但目前呢 这个由于ETC的特殊性啊 大家也可以耍个小聪明 从ETC直接通过啊 可能还是按你的主车收费的 现在呢 也是规范呢 也是在制定 以后规范呢 肯定是按高一个级别收费的 第六条 拖挂房车能否上牌 是否需要上牌 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的牌已经上完了啊 至于跟厂家上牌的时候 需要什么手续 厂家给我们什么一些东西 这个之前我也说了一下的 重点就是厂家 只要相关的这些手续都给你 上牌是没有问题的啊 可能上牌的话会略微有点 就是小波折 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 当地第一辆 之前没有上过啊 很多人连见都没见过 甚至是我们车管所的人也没见过 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上 但是我们这里还要表扬一下 我们渠州 浙江渠州的一个车管所的工作人员 也是比较尽心尽责的啊 包括把领导也叫下来了 然后他们现场也是讨论了一下 最后呢 因为已到中午了嘛 要休息了 然后下午就让我们再过去 然后他们中午 一定用中午时间也跟杭州的总部联系了一下 了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最后呢 我们下午上牌 这也是比较顺利的 这里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有很多网友说 700公斤以下的这个拖挂房车啊 不需要上牌 这个是肯定不对的 这个车管所我也咨询过了 网上资料我也查过了 这个是一定要上牌的 不是说你拖个小挂车 后面有个小挂车 你就我200斤 300斤 我就不需要上牌了 不是呢 这个可能有些警察啊 没看到 有些也不知道 没管 但是真正要管的话 这个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这个我大家说一下 因为根据我们道路周遭安全法 第11条 驾驶机动车上道行驶 应当悬挂 机动车号牌 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拖挂房车 它算机动车 而且也在机动车的管理班车 包括我们的行驶证 也是机动车的一个行驶证 跟我们前车的行驶证 区别不大 就是在发动机那里才是无 其他的基本该有的都有 第100条 就是驾驶拼装机动车 或者以达报废 叫做机动车上道行驶的 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 必须要予以收缴 强制报废 对驾驶 钱款 所谓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 出200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这个还是比较仰格的 第119条 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 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 供人员乘用的 或用于运送物品 以及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简单的说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次要规定了 机动车 要挂牌照 所以说这个还是 大家不要冒这种险 开着一个小挂车 可能不到700公斤 就认为这个是合法的 这个还是小心一点 我们第56条 这个载货汽车 半挂 牵引车 拖拉机 支允许 牵引一辆挂车 挂车的灯光 信号 制动 连接 安全防护等装置 应符合国家标准 所以这里面 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些 好了 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下次我出去 这些资料 我也会直接放在我的车里 在有这个执法人员 检查一下的时候 解释起来也相对简单一点 稍后呢 整个这段相关的 这个文字性的一个介绍 我会图文 图文的形式 编辑整理 然后也同步发布 后期发布一下 这样大家想看的话 找出来就可以看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